但是我们多历史 看看现前的 对社会 我们会觉悟到 人天佛报 不是好事情 确实是佛在经上讲的 三世愿 比如我们这一身 明白了觉悟了 路离断卧修善 破迷开悟 来生想人天佛报 可是一想福 人就迷惑了 观作大了 地位高了 发大财了 一般人在你面前 不敢讲话 不敢讲真话了 处处怕得罪你 用尽心机来巴结你 讨好你 换一句话 你是一句真话都听不到 你怎么会不造业 秦师所修的福 享尽了 这一身所造的罪业 现前 第三是 彼多三土 所以佛讲 这叫三十月 真正聪明 有智慧的人 有福报的 不想 这是真有智慧 佛报给大众去想 帮助社会上 有需要的众生 帮助他们 把自己的福报 给大众共享 这个是真正智慧 可是世间人 谜的时候多 觉悟的时候少啊 我们修佛 虽然说有一点善根 烦恼习气太重 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 有时候觉悟了 进戒现前呢 马上就迷惑了 这个现象 善根不 我 卧习重啊 有没有反省 有没有冷静呢 去观察呢 所以我们修行 道业 很难有进步 甚至于 一年 还比一年严重 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要想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 不能不在这上 下功夫啊 时时时处处处处 其心动念 都要想到最后 我这个念头起来 我这个话说出去 是在罪报 是在罪报这一边 还是在复报这一边 自己不能不清楚啊 下面经文说 何为现观所见 出彼 不出 不自出义 虽 虽获其罪 似以不同 轻重 有差 这比如说 这个犯罪的人 被判了死刑 古时候现观 职责 经验司法 判定这个人死刑 杀头 他不是自己去杀了 那个筷子手啊 他去制议 筷子手杀人 也不是他愿意杀 也不是他有权力杀 他是为现观所见 出彼 他的上司 给他的命令 叫他去制训 所以不自出义 这个杀人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虽不是自己意思 这个行业 不是个好像行业 世间谋生的 事业很多 为什么去干这种行业 干这个行业 总是有罪苦 但是这个事业 不一样 事是什么呢 造则 他就制训 意思是什么 存心 性观是存心 筷子手是制训 这两个人 虽然都有罪 但是不一样 亲众不相同 所以古时候 做官 他有 身杀之权 这个人犯了死刑 你看那个好的官 从详境方法 在法律里面 去找 能不能减轻 他的 罪行 或者改判 有期徒刑 改判 无期徒刑 不止于 杀他 实在找不到了 他犯的是 极大的 这个窝 罪窝 非出死刑 不可了 他 他虽然判着 案子 心里头有 慈悲 怜悯 之心 这个官 这个官 那他的过失 他的罪就 清了 如果是 粗心大义 诬陷良民 那罪就 重了 允许良民 这个重了 所以在从前 说老实话 做官不容易 李宾南老居士 做过宪官 做过法官 他曾经告诉我 他在做官的时候 有没有 判案子 冤枉人呢 老实说 良性话了 免不了啊